北京八大里上 有一座中外文化名人雕塑公园 在这座公园里呢 长眠着世纪老人 大作家冰心吴温枣夫妇 那么提到冰心呢 咱们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记得 他写的那个小灯里的温暖 赛季小读者里的亲切 可是就在今年五月底 有人来到冰心的墓前 用醒悟的红漆 在冰心老人的墓碑上 留下了两行字 这边写着教子乌方 这边写着网为人调 这到底是谁 在打扰冰心老人的在天之灵 世纪老人冰心 曾遭墓碑泼妻 无端则骂 是谁如此妄为 为何出此相册 不点标完就得不仓 从冰心 纪县林到鲁迅 周作人 令人家事纷纷扰扰 带给我们怎样的人生感悟 现在我的父亲都敢站出来 老梁观世界 为您讲述 冰心坟前 儿孙反目 很快干这个事的人呢 把这张照片呢 传到了网上 一下子引起了好多人的关注 因为冰心是何等的名剑 著名女作家冰心和丈夫吴文草 在经济年碑 被人用红膝盆 拥掉了八个大字 轿子无方 网为人表 后来经过记者一调查 发现了一个令我们非常错愕的结论 干这个事的人是谁呢 居然是冰心老人的亲孙子 吴山 那么为什么孙子 要去破坏奶奶的墓碑呢 这不合人之常情啊 也许在你们眼里头 它是一个领域员 对于我来讲 就是家里的一个墓地 我爷爷奶奶都在那 结果很快 这个事实就浮出水面了 原来啊 这是由父子反目 引起的一种行为 冰心老人有三个子女 这次事件的根源就在于长子吴平 和自己儿子吴山的家庭纠纷 5月31号下午 位于巴达岭附近的中华文化名人 雕塑纪念园内 著名作家冰心吴文枣夫妇的墓碑 遭到自己孙子吴山的破坏事 除了在墓碑上写出 教子无方 网为人表的红字之外 他还贴上了自己写给爷爷奶奶的信 控诉对母亲的伤害 据吴山自己说呀 他母亲 陈老太太 今年已经72岁了 他死心无凭呢 82岁 他母亲的身体一直就不好 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父亲有了外遇 而且对他母亲提出要离婚 他认为自己母亲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他不为我吗 他对家里极端的不负责任 我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我父亲能够站起来面对这个事实 所以我母亲有一个交代 所以他才找到他奶奶的坟墓 谴责自己的奶奶 你怎么叫子无方呢 网为人表啊 你看看你的儿子我的父亲啊 居然干这样的事情 背叛了我的母亲 哎 他本人说这话呀 我们听起来呀 振振有词 倒也是出有因 可是我们再仔细追究这个事情的背后 发现没有那么简单 冰心老人呢 有一些家产 而且留下很多字画 我们知道这个那个时期的文化名人呢 家里头的字画古文都有一些 那会儿不值钱 现在可是价值连城的东西 北京法院曾经受理过这样的案子 乌山状告他父亲吴平 要求呢 他父亲呢 给他两套房子 再给他诉百万元现金 可是最后他父亲不答应 然后两审之后呢 都是乌山败诉 所以在这个时候 有人说乌山官司输了气 就拿自己奶奶的坟去撒气 他这个时候 又把他母亲抬出来 要给他母亲出气 那么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呢 就乌山有一个用意 无非是要借助冰心老人 自己奶奶的名望 把这个事搞大 这一来 等于舆论 就会给他爸爸无评一定的压力 很有可能他就得到 司法机关那份 他得不到的一些好处 我们把这条线理清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 乌山这个行为非常不正当 不能说因为他 因为父母的官司 因为想为母亲争个公道 他这种行为是情有可原的 不能因为我们所谓的同情弱者 就在他自以妄为的违法 亵渎 包括触放公共道德底线上 网开一面 2012年6月5日 在事件发生几天后 冰心的孙子乌山 在自己的微博中 终于低头认错 博文写道 我吴山系冰心嫡孙 在此向全国热爱冰心奶奶的网友 鞠躬道歉 关于我在爷爷奶奶墓碑上 涂抹一事 我承认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 家丑不可外扬 此家丑又是社会之并购 我的行为实属无奈 我们现在把利益的事先抛开 他82岁的父亲和72岁的母亲 两个人 无论谁有外遇 那都是上辈人的事 作为子女 负责任的就是 孝顺好自己的父母 你的父亲可能有过错 但他依然是你的父亲 你如果觉得父亲 在道德上有归陷 你最好的方式 是照顾好自己的母亲 而不是挺身而出 揭露自己父亲 如何不应不应 中国的传统里的 故为子隐 子为父隐 是社会伦理的基础 为什么前一段时间 咱们刑诉法修正案里面 把大义灭亲相关有的章节 做了修订呢 2012年3月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正式通过 其中新增重大修改 人民法院可强制证人出庭 但被告人的配偶 父母子女出外 你对你自己身生父亲 居然像对阶级敌人一样无情 该揭露揭露 该打击打击 那么这个人伦刚常还何以存在 所以我说法律上对大义灭亲 这种与时俱进的一种规定 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一种人情味 而这个事情 我倒觉得乌山这么做 有备伦常 我们说这里咱们不讨论 乌山这种利益诉求 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 但是你为了自己的利益 你就有备伦常的 指责自己父亲这个那个 甚至去打扰自己奶奶的在天之力 所以我说这个事情 让很多人感到吃了心寒 因为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不是第一次发生 可能这个人刚死尸骨未寒 他的后人就会因为财产的事 闹得不可开交 信献林留下珍贵遗产 又留下怎样复杂纷争 在文坛交相辉映的周氏兄弟 为何因家事 意气相争 绝交终生 老梁观世界 灵心坟前 儿孙反目 正在播出 你再有咱们国学大师纪献林 因为纪献林老人的遗产非常丰厚 自发的值钱的相当多 所以引发了各方面对这个的关注 这个也争 那个也抢 2009年7月 国学大师纪献林去世后 关于纪老留下的遗产 一直风波不断 至今未能解决 先后卷入这场遗产纠纷的 包括纪老的儿子纪成 秘书李玉杰 秘书的甘女儿王儒 以及纪老弟子钱文忠等 1994年12月 纪成因为家庭矛盾 而离开父亲纪献林 2008年11月 13年没见面的父子俩终于团聚 纪老的秘书李玉杰 为此指责纪成长期不尽孝道 却在纪老住院期间出现 是为了老人财产 纪成则指责李玉杰 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偷 在负责纪老财产管理的十多年间 弄成了一笔糊涂账 2009年7月19日 在纪老的葬礼上 纪老秘书李玉杰的甘女儿王儒 曾上演了一幕闹剧 他在追悼会上大喊 钱文中要偷纪老的乌龟 矛头直指纪老弟子钱文中 这场闹剧 让原来就很复杂的遗产纠纷 一时间沸沸扬扬 2009年12月15日 纪成报案称 父亲纪献林 在北大朗润园的酒居被盗 丢失各种书籍 佛像等物品 价值约333万余元 2011年5月11日 北京市医中院公开审理 纪献林故居被盗案 纪先生前秘书李玉杰的甘女儿 王儒和纪先生前管家 方贤儒被提起公诉 而当王儒被问到 为何破窗而复的时候 他的回答令人惊悶 同时王儒声称 自己不是在盗取纪老遗产 而是为纪老转移财产 从纪老的一个幕居 转到另外一个幕居 任何人 以任何冠冕堂皇的借口 任何人打着亲情的招牌 都不能 都不能 据为己有 过去现在永远 这些书只属于纪老 纪老 关于纪老的遗产纠纷 儿子纪成十分心痛 因为纪老生前 曾陆陆续续写下六份手书 把原来由秘书李玉杰 打理的所有财物收回 交由纪成处理 并否认了以前 跟北大签订的捐赠协议 关于这个捐献的问题 原来保存在 北大图书馆里的书记文物 只是保存而已 我从来没有说过全部捐赠 全权委托我的儿子 纪成 全权处理我有关我的一切事 2010年8月至今 纪成多次向北京大学 追讨戴维保管的珍贵文物 其价值估计可达数亿元 北大方面 对此一直未有正面回应 也没提出任何的解决的办法 对我们的解决方案 解决办法也不知可否 我相信这绝不是纪献林老人 生前所愿意预见的 所以这里的还有 引发我们思考 就是过去的民国 那个时候的文化名人 好多人手里头啊 字画什么东西 有点 而且呢 往往在北京上海这样地方呢 有老房子 这些都是价值连城的 越是名人的后人 越容易在身上出问题 也就是说名人他也是人 有人说老廉 你这话说的不对啊 那个名人之后啊 他不见得 他的能力学识 能达到他腹背的程度 他们这道德水准下降了 很正常的